上礼拜就是,也许就是说,反正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看 第一个阶段就是算某一个字元,它出现过几次就好了 比如说哪一个字,在一个出声歌里面,你怎么知道哪一个字元出现过几次 那以前的话你要算,这倒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那这个前提是如果你不是用什么,用VBA,那VBA一定可以做出来 只是说如果你不用VBA的话,你用函数怎么做,那可能要阶段性的 第一个,我们来练习就是第一个用CHAR,CHAR的话是用在文字里面的CHAR 特别说它在文字里面,然后你就给它77,它回来就是一个M OK,77就表示是M,然后你可以用FINE去找M 当你这地方FINE的话,一样在文字里面,文字里面的FINE函数 FINE函数找什么呢,找M,当然你可以直接打M 不过我们主要是练习CHAR,所以你把CHAR打上去 然后刮胡77,这来表是M OK,所以你直接打M跟打CHAR77,结果是一样的 那这个大小写在VBA里面,在函数里面是没有区分的 它会自动帮你改 好,那VSIN在哪一个储存格,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你会发现它回来就是1 可是如果STAR LUMBER你给它输入2的话 因为往后面找你会发现,它会从第二个字开始找 那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它会帮你找到,本来找到1,是从头找 那如果你这个数字,假如输入2的话 它就会从第二个字开始找,就变成7了 所以其实STAR LUMBER也没有加,蛮重要的 第几个字开始找 然后当然如果你把7再加1的话 比如说从第8个字 从输入8好了 那你会发现又找到第15个字 那总数应该就是16个字 因为后面还有N嘛,所以找到 那也就是这个参数呢 当然有一个关键 不过我们如果只是想要找到第1个的话 那这个不填,按个确定就可以 不过会有个问题啦 你找到有第1个,第7个,第15个 那你怎么知道有3个 那上个礼拜就有提到了 这个最后找到是这1个 因为它只会帮你,告诉你说 找到的那个位置在哪里 如果你逗点2的话 它这个数字就变7了 那如果你逗点8的话 那它就变15了 这个是找到的位置 当然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假如输入是16的话 打勾的话怎么样 它会value错误 意思是说它找不到了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除成格里面没有M的话 它回来就是一个value错误 OK,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上个礼拜就是try配合fine 那最后有几个 最后呢 有几个M的话 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有用到fine 也会用到那个 所以插入函数里面 我们先用什么呢 用mid 那逻辑是这样子 我怎么知道里面有几个M呢 然后呢我的逻辑是这样 就是说 我就把里面的字 一个一个字的什么 先切割出来 然后呢去跟fine比一下 fine比一下里面有没有 你要找的东西 有 那你就告诉我在哪个位置 是一个数字 如果没有的话呢 它会回来是一个什么 一个仅value的错误 那这个仅value错误的话 就会假设啦 会有这样的 那我第一个我要怎么一个字切割呢 你可以用那个mid这个函数 然后一个字一个切割 从哪个字切割 从这个字 start number的话呢 就是哪一个字开始 那因为我要一个字一个切割 所以有16字的话 那我可以大瓜糊 1 0.2 0.3 0.4 一直到0.16 可是问题你这样切 没有效率 后来我好像用了另外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用什么 Row 有没有 用那个Row函数 你可以怎么样 刮糊之后 然后你告诉它 从第一列 冒号第16列 这样它其实也会帮你 产生那个阵列 特别是这个 这个也可以 帮你产生类似像 1到16的这样的阵列 的范围 我觉得这样写会比较简单 不然的话 如果你正列数越多 字越多的话 那当然 就会有问题 再来的话呢 这个number choice 你要抓几个字 抓一个字 好 你可以发现 它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现在没有执行正列 执行正列 就control shift加enter 它会只抓到第一个字回来 除非说你等一下 control shift加enter 它会一个字 一个字 一个字 帮你把它全部抓 抓回来 那我们先抓第一个字好了 Apple你抓到M 在1到16里面 抓到第一个字 好 那我要做什么呢 把这个公司再剪下来 我要做 去寻找 寻找什么呢 寻找有没有M 所以fine一下 fine什么呢 里面有没有M 你刚才输入个M就好了 或者charge 77也可以 那V10印在哪里 在这里 好按确定 跟正下在刚刚的公司里面 因为我刚刚是一个字一个字切出来 你帮我比对一下 所以比什么呢 比M 在刚刚一个字一个字切出来比比看 有没有 有的话告诉我位置 没有的话呢 那就给我一个错误 OK 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当然 因为第一个字是M 所以找到的话 第一个应该是没有 就会是正确 但如果第一个不是M的话 假设啦 我这边如果第一个不是M 假设改成N好了 Enter会怎么样 有没有 Value错误 因为它只有找第一个 所以我把第一个字 假设刚好是N OK 再来的话呢 我希望 因为 它这个里面 有一个阵列 可是如果你要让它执行的话 那必须特别注意 透过Ctrl Shift加Enter 那还有一个动作 我要把这些里面找到的位置 因为都是数字 全部加起来 有几个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减下 透过有一个叫统计函数里面 的一个叫Count函数 Count 那Count其实这个函数到底做什么呢 底下有个说明 计算 范围 OK 范围 范围其实就是如果是一个阵列 1到16一个格去抓出来的话 里面包含数字 的出存格数目 那因为我们Find了之后呢 如果它抓 抓的是第一个的话 那它回来是1嘛 那如果 如果抓第二个字的话 1 它回来什么 是value错误 所以它会是请value错误 OK 依时类推 第三个也是value错误 第四个也是value错误 一直到这边 这个就变成什么 斗点 它回来可能是第几个 第七个 然后再斗点 又是value错误 一直到了什么 第15个 然后一直 最后也是value错误 所以它会是形成一个什么呢 一个 1加 第二个 这个是加2 加3 它不是加总 如果你要加总的话 是3米弗 如果你是加数列几个的话 那就count 然后它就123 所以回来会告诉你有三个 三个m OK 那怎么样做 特别说1用count 2的话 把刚刚的公式又贴回去 有沒有 Find这些 记得贴的时候 减的时候不要等号 OK 那你会发现 这边会出现1 豆点value 豆点value 那里面有很多 我们跑了16个 不过特别注意 你按确定之后 它 如果 里面是一个范围 但是你没有 你直接打勾的话 它只会执行第一个 如果你要让它一直往下跑的话 记得 有一个 这个很重要的技巧 就是一定要在这边 按Ctrl Shift 再加Enter 这个时候它会怎么样 执行 记得 执行的话 它会在外面包一个大瓜糊 这个大瓜糊 你不能用自己打 一定要用Ctrl Shift 加Enter 好 执行 有没有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的话 跳回来才会是3 其实有点难度 这里面其实有点像 在那个Excel的资料编辑列里面 写VBA程式一样 其实我其实都一样 只是说 在这边去执行 你看VBA可能要写很多行 但是在这边只能写一行 可见得 哇 那个难度更高 所以有的时候 像我的习惯 我宁可不怕 我干脆写VBA算了 VBA还可以一行一行一行慢慢写 然后这边的话 不行它只能够 一行里面你要解决所有的事情 所以变成说你要解决所有的事情 变成说你要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 做E 先用Mid先去 一个字一个切 再把它贴回去 再Find 一个一个Find 再去把它Count回来 再去算里面有找到的 最后就Ctrl、Shift、Enter 所以实际上 光这一行里面呢 其实我们做了四个动作 切割、寻找、计算 最后才去执行正列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这上个礼拜最最重要的地方 画面先还给各位